近日,CBA第二阶段的比赛已经开始,在这个阶段中,各大球队的外援悉数回归,将为球迷们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 为了安全起见,此次比赛再次采用了赛区制度,也就是将运动员们集中到一个赛区,进行封闭式的比赛,等这一阶段的比赛完全结束之后再离开。 因此球员们不得不入住赛区当地的酒店,酒店住宿就成为了球迷们关心的问题。 在刚刚入住不久,球员们就开始吐槽住宿的环境,辽宁球员赵继伟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自己对酒店的住宿环境感到很无语。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让赵继伟感到不满? 据悉是因为酒店的床太小了,就是一般酒店标准间的小床,像篮球运动员这样高大的身材,很难在这样的床上舒服地休息。 赵继伟的身材在球员当中并不算高大,但他也表示床太小了,这就意味着很多身高超过2米的运动员可能会更加难受。 从曝光的照片中来看,酒店内部的环境看起来还可以,至少看上去是比较干净的。 床确实是有点小,不太适合运动员居住。 如果让酒店为了承担这一阶段的比赛而去更换大床,这对于酒店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俱乐部与CBA方面必然也都不愿承担这一费用。 这就导致出现了现在这种情况,最后受苦的还是球员。 姚明作为蓝鞋主席,看到这样的情况必然要做出一定的应对措施,接下来赛区制度很可能会延续很长时间,不可能让球员的住宿环境得不到保障。 然而这其中的资金将由谁来承担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